那如果说你根本不用改的话 最简单就是说 进到GIFMET的时候 记得底框大小 跟那个前面有一题第二题一样 底框大小一定要调整 调整成多少 120 按确定 这样子呢 再来把刚刚那三张图 新增影像 把它新增进来 新增影像之后的话呢 找到WEB03的位置 WEB03的Images 记得是双数的 8按Ctrl键 10 12这三张嘛 记得呢下方要插成新的画格 不然会叠在一起 插成新的话开启 把第一张删除 这三张因为现在是0.1秒 它要1秒 所以把它按Shift键 全选 Shift键 右键 画格内容 1秒钟的话呢 这个地方要输多少呢 100 100% 确定 这样就完成了 另存新档 GIF档 那它要求我们就把它摆在中间 但是并没有要求说呢 档案的名称要叫什么 所以我们自己可以想一个 你只要记得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要放 它这个地方三张要一致嘛 不得有毛边现象 那这地方我们干脆就把它叫做0305好了 0305好了 这样 记得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是自己定下来的 按一个储存 好了以后的话其实你可以预览看看 1 有没有毛边现象 没有 这样就好了 所以8 10 12 然后呢底框大小记得先进来先做 150 120 这样就可以 再用新增影像的方式 并且把这个秒数改成一秒就完成 那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解决了这一题的第二个困难点 就是轮播的这个动作 轮播的动作 那这个是这一题的第二困难的 我把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 直接呢就开启GIF and MATE就可以了 那这一题呢 其实每一本书呢 教的方式差异性很大 哇 有的很困难 还用Photon Impact做半天处理 才把它汇入进来 那我是想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根本不用做了 反正你就找尺寸一样的 然后把它汇入进来 就就得分了 这六张不会改 都会固定这样 所以你以后呢 去考场就是八十十二 那当然保险一点的话 最好先开起来看看 跟那个我们现在练习不一样 不过理论上是应该是不会变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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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